最近晚上下雪了 不过下的很少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咱们博信食品场 到今天为止这一刻 所接到的蜡群鱼的订单 超过了5500斤 这些订单会尽快的 有趣的为大家发出来 然后最近我也发出了 很多的蜡群鱼 今天我们特意为大家 制作一起这样的视频 然后跟大家推荐 我们这个蜡群鱼的 这种原味的吃法 这边是六两种 这个蜡群的话 一般是有两种吃法 一种是原味吃法 另外一种就是跟这个 蜡肉啊 或者是稻荷盒中的这种 今天我发现 我家里面查料 这些准备的不是特别足 所以就把第一种方法 原味吃法推荐给大家 水烧开将蜡羽下注 超水4到5分钟 现在大家说到蜡羽可能就是 超水要达到4分钟 然后如果您是一个蜡肉啊 或者是倒水壳中的话 那可能就需要超水 我们已经继续降低了 这个蜡羽的鞋度 之前是100G放两件事了 现在是100G放1800 后面我们 会在我们的这个 制度的说明中 到时候 就是包括我大二十话 这个说明书里面 就会有刷新的这个说明 一块这样子洗 可以了 过来我们的加水啊 然后大口上去 小火压 15分20分钟 如果你没有刷过的话 分过的话 你就要20分 到25分钟就差不多了 我去菜类上搞的蒜了 这个蒜啊 多个五六克都没事啊 要全部打进或者吃费 到回锅的时候 等这个时间 只有一分钟了 先刷到 请过来 坐个理由 你拿著 我还有 一份 就不需要 打难方式 早ją 好 好 爸爸 胖子 我爸热 你睡 didn't 哎哟 你不対 你从 Coc liegt 这个就是我们腊鱼粘好的样子 大家看那个底下面有一点点汤汁 现在我们准备和一下锅 油温七成 把腊鱼跟这些一同下锅 我们家里面不是很喜欢吃这个调料 我们也推荐大家用这个方法来试一试 感受这个腊鱼的原味 朋友们简单但是不紧密 好的食材 因为都是最腐术的这种烹饪方式 请让我来感受一下这份腊鱼的味道 这个 这个 你吃一块 这个小面 好香 放一小吃一样 好吃的 这种烂的 这种风味 所以过年的时候才能感受到这种味道 这是你吃 送了这么大的一盘 吃口吃家 最多吃一半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拿着刷导印 当年食吃了 对 当年食吃了 以后再给大家推荐就是更多的制作方法 我们这是热解人的方法 还要炸 还要炸 以后有更多的一些方法 到时候我们会分享在我们视频里面 好 那我们这期视频的话就到这边结束 好 你放下 再吃一块 嗯 早点吃饭的时候再吃一块 吃肉食 那个很简直 我们这个鱼鱼呢 现在很干的 就扔干 实在是 悦着 这 很多 这